大家好,我是霍兰 这比赛太折磨了 刚才我讲完 我就觉得 嗯,我可以准备第二轮的稿子了 然后坐那儿听了一会儿 又觉得嗯,我还是得准备离别感言 我就背一会儿稿子 想一会儿感言 背一会儿稿子,想一会儿感言 伴随着其他人的段子想与不想 我的心里,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但我的心里就是 大家好,我是霍兰 其实我一点都不遗憾 挺好的 这真的是我最后一篇稿子了 我已经不想再讲道理了 很多人说听了很多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为啥呢 因为讲道理的人也没过好这一生啊 你听我去给你讲买原油 听杨丽教你骂男人 听河网志教你几机铁 你咋过好这一生啊 就是没有道理了,真没有道理 我就给你们回顾一下 我这滴开滴走的一季得了 开赛前采访 问我说这季的目标是啥 我说是冠军 后来好长时间 我就觉得那是我离冠军最近的一次了 我第一期表现一般 但你们要理解 突然被一句 是男人就站起来cue到 站起来之后的那份自豪 骄傲和紧张 我第一期没讲好 就想说第二篇稿子好好弄 第二期稿子我改了33版 结果还不如第一期呢 比如说不如第一期了 后来我看了你还不如第一版呢 这其实跟整容是一个道理的 你们看到了整了33次容的我 你肯定会觉得 虽然第一版也不咋样 但不管咋说 至少像个人 那期讲互联网 我对互联网的感情 真的又爱又恨 情感非常纠结 但是因为我讲的不好 大家只看到了我的纠结 没有看到互联网的纠结 我恨互联网的地方就是前段时间 我六岁的侄子见到我 就说 输 来根滑子 我说你想干啥 他说没事我溜的 我觉得再之后 侄子去考试 考什么刘备括号 老师一定骂的 这是刘备三顾茅庐 不是刘备蹦迪 我虽然很爱看 但我也 我真的生气 而且他们推荐的算法 真的很准 就前段时间给我推那种 小姐姐跳舞的那种视频 其实我是不爱看的 但是由于其他视频 推荐的太准 我在想 是不是我不知道 我自己爱看